截止7月28日24日 大连市新增确诊病例8人 均有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其中三人为凯阳海鲜公司员工 一人为凯阳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 两人为大连湾街道的距离 两人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累计确诊病例52名 其中三人为凯阳海鲜公司的员工 九人为凯阳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 九人为大连镜大连湾街道的居民 四人为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所有确诊病例均在大连市第六人医院集中隔离治疗 目前定情很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